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耶稣为什么要派十个麻烦病人去见祭司 没有,今天中文绑的《走国圣经》将修习 路教福音的第十七章十一到十九节 并回答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 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 有十个长大马分的迎面而来 永远地站着高声说 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 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 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 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 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 又伏伏在耶稣教前感谢他 这人是撒玛利亚人 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 那九个在哪里呢? 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 归荣耀于神吗? 就对那人说,起来 走吧,你的信救了你 那么耶稣是正带着被钉十字架的最终目的 前往耶路撒冷了 他的大部分事工都是在加利利度过 但是他在最后的几个月的事工 将会在约旦河东岸 靠近优大的匹利亚地区度过的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他只是在那里 那么今天的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撒玛利亚 他是居于加利利和优太之间 当他进入一个村庄时 耶稣遇到了十个站在远处的麻烦病人 那么在耶稣的时代 麻烦病人在摩西绿华之下 是要被命令远离人群的 因为他们在绿华之下是不接近的 因此他们就对着耶稣大声呼救 耶稣也没有接近他们 他只是告诉他们去见祭司 那么耶稣为什么要告诉他们这样子做呢 那么回到历位纪的第十四章一到二十 二十节就给了我们详细的解释 现在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历位纪的第十四章一到二十节是怎么说的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长大麻烦分得解近的日子 起立乃是这样 要带他去见祭司 祭司要到营外查看 而见他的大麻烦分纯裕了 就要吩咐人为那洁净的 拿两只洁净的火鸟和香白木 中红色的线并牛西扫来 祭司要吩咐用瓦器 乘火水把一只鸟宰在上面 至于那只火鸟 祭司要把他和香白木 中红色的线并牛西扫一同 占于宰在火水上的鸟血中 愿意在那长大麻烦求洁净的人身上 杀七次就定他会洁净 又把火鸟放在田野里 求洁净的人当洗衣服 剃去毛发用水洗澡 就洁净了 然后可以静营 只是要在自己的帐篷外居住七天 再把身上所有的头发和胡须 每毛并全身的毛都剃了 又要洗衣服 用水洗身就洁净了 第八天 他要娶两只没有长级的公羊羔 和一只没有长级一碎的母羊羔 又要把条友的西面一法十分之一 这三维数计 并由一罗格一桶取来 行洁净之旅的祭司 要将那求洁净的人和这些东西 安置在会幕门口 耶和华面前 祭司要取一只公羊羔羔羔羔羹献为赎千祭 和那一罗格油一桶作为瑶祭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把公羊羔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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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把右手的一个指头站在左手的油里 在耶和安面前用指头弹起刺 将手里所剩的油 摸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 并右脚的大拇指上 就是摸在赎千祭生的血上 祭司手里所剩的油 要摸在那求洁净人的头上 在耶和安面前为他赎罪 祭司要献赎罪祭 为那本不洁净求洁净的人赎罪 然后要在方祭生 把方祭和数祭 现在堂上为他献罪 他就洁净了 那么我们看到根据摩西律华 在麻烦病人被宣布洁净之前 必须先有祭司宣布并且献祭 那么这里由于圣殿是在耶路撒冷 而且是在那里献祭的 所以耶稣一定是派这些人 到耶路撒冷去宣告被截净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 他们仍然是麻烦病人的 耶稣还没有医治他们 但是由于这些人的信仰 他们还是离开了 在路上他们的麻烦病就都被治愈了 这对我们来说是很神奇的 但是要记住耶稣是神 是在行使他的权力的时候 具体对他是无关紧要的 很自然的 他们都很高兴得到了医治 但是只有一个 是一个撒玛利亚人 似乎是最不可能回到耶稣面前 让他回来了 感谢耶稣为他所做的一切 耶稣就问道 其他的九个人在哪里 显然他们并没有像这个撒玛利亚人 对耶稣的那样感恩 耶稣就告诉这个撒玛利亚人 他的信心使他痊愈的 也因此有能不能认为 耶稣也赦免了这个人的罪 当然这个假设 似乎也是有一些依据的 因为其他人只是身体得到了医治 但是只有这个人 在精神上也得到了医治的 好 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明天回来继续接下来的学习 希望大家到此加入我们 再见 I'm not ashamed to own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I'm not ashamed to own my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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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not ashamed to own my Lord